台灣同心創意行動協會 DFC台灣的韓文 DFC台灣的韓文 哈囉大家好 我是花蓮縣宜昌國小的家綺老師 那我們今天呢 在這邊要為大家開箱一個 就是協會歷時一年研發的教材 那這本教材呢 叫做教科書當中 沒有告訴你的永續發展目標 那這是一套什麼樣的教材呢 它是結合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跟課本知識的一套教師手冊 那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 什麼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呢 大家比較熟知的稱呼應該是SDGS 這是聯合國在2015年的時候 為了希望全球可以達到更永續的環境 所制定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 那裡面的項目呢 包含優質教育、性別平等、氣候行動等等 那聯合國在提出這17項目標的時候呢 特別強調它應該要落實 在日常生活當中 而教育在當中扮演的角色是父權 因為透過教育 我們有機會可以達到性別平等 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尊嚴的工作 以及透過有意識的去改變日常生活的習慣 來達到這些永續發展目標 那我們的教育工作者 也就是老師 在當中更扮演了很關鍵的角色 因為呢老師會透過課程設計 來帶領學生給學生不同的啟發 以及重要的生命經驗 那進而呢 跟學生一起發展出對地球的未來 獨特的影響力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呢 其實與108的課綱都強調 學生的素養應該要從在地的生活開始 那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更進一步的去提出 學生在未來的社會當中會面臨的課題 其實呢就是符合SDGS提出的17項目標 那至於SDGS它其實就是一個很好的教學引導 那老師可以透過DFC的提供的一個教學的模組 然後可以去Push學生去行動 然後走路到社會社區當中 然後去解決一些永續發展的目標的問題 那老師跟學生都可以輕鬆的待在教室裡面 然後去認識全球的議題 不管是在地的行動 或者是到國際的視野 那我們協會呢有一個願景是 願每一位孩子在每一所學校 都能夠發酵出主導自己未來的能力 這其實也剛好回應了聯合國 期待下一代孩子可以認識跟關注 這個世界和社會正在面臨的問題 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成為其中的實踐者 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和行動力 去實踐一個更美好更永續的未來 那為什麼會有這套教材的誕生呢 其實協會是期待透過這系列的教材 協助中小學的老師連結 永續發展目標以及課本的知識 就是其實永續發展目標 沒有離我們的生活那麼遠 它其實在生活周遭處處可見 那我們希望透過教材 讓孩子可以在生活中 找到自己可以發揮力量的地方 然後進而找到行動的切入點 那這一套教材呢一套總共有三冊 那這三冊呢有17項永續發展目標 依照聯合國的分類屬性 分類為社會進步、地方共融以及環境保衛 那每一次我們會提供五項目標的 DFC學習法簡易教案 那團隊呢希望是透過這套教材 作為一個前道一段引言 去開啟老師和孩子 對永續價值觀的好奇與認識 我們認為這個教材總共有五個亮點 首先是整份教材的設計 都是依據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及課本內容出發 來結合永續發展目標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教材內容裡面 我們為每個單元都整理了一個議題資源的項目 那老師可以透過這個議題資源呢 去減少備課上搜尋資料的時間 像這個單元裡面呢 老師就可以去回郵爸的網站 或是公共電視的紀錄片平台 跟渦渦的網站 來認識永續海鮮的議題 那再來是我們每個單元裡面 都為老師整理出了 可以融入的學科項目跟主題 那像這個單元呢 3-60級的課程都是可以融入的 接下來的亮點是 我們所有的提問設計 都是依據DFC學習法的框架 像這個就是感受、想像、實踐、分享的框架 那其中實踐的部分呢 我們會整理歷屆DFC挑戰的故事 也就是孩子運用DFC學習法 來實際解決問題的故事 那像這個單元呢 我們就是運用了宜昌國小的故事 那我們有一個小提醒 要提醒老師 就是我們每一側呢 會提供一個項目的完整指引操作 那老師呢可以依據自己的需求 就是可能是學生的先輩知識啊 或是認知能力 來調整教學活動的設計這樣子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邀請老師帶著開放的心 跟孩子一起去探索全球正在 一起面對跟需要關注的議題 這一色包含SDG6、SDG12到SDG15 其中的項目呢 包含捷徑水與衛生 負責任的消費與生產 氣候行動、水下生命 以及入獄生命 那今天呢我們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花蓮縣宜昌國小的佳琪老師 還跟我們分享SDG14水下生命的帶領方式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 花蓮縣宜昌國小的佳琪老師來到現場 然後這邊有一些問題想要詢問佳琪老師 就想要邀請老師跟我們分享 就是目前任教的年級 然後還有學生的狀況 我目前呢任教 其實我是一個特殊教育老師 那我教的學生其實是混零的學生 也就是三到六年級的學生都有 那他們是就是被鑑定為自負優異的學生 好喔那好奇就是老師是如何透過我們的這一套教材 然後跟老師任教的孩子互動 那其實呢我覺得就是其實在這一套教材裡面呢 他其實就有提到雖然我是混零的學生 但是其實在這一套教材我覺得很棒的是 他其實有提到譬如說像三年級啊 他們不管是自然或者是社會課本 譬如說還有動物的單元或是四年級 他是有生活的單元 那六年級是有一些關懷社區的這一些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馬上跟我們的社區連結 有一個很深的互動跟連結性的 那其實這樣子的連結呢 他就不應該只是只停留在課本裡面 那他應該就是要直接可以跟他的社區生活做一個連結 所以其實我覺得DFC的步驟呢 像他第一個步驟就是去感受 那其實感受的這個步驟不應該就是只有停在教室裡面 他更應該走出教室然後去看這個環境 所以老師剛剛幫我們就是先說明了DFC的學習法有四個步驟嘛 那就是想要再進一步詢問老師就是透過我們所 就是依據這四步驟的框架設計的提問 老師是如何引導孩子進行討論跟發想的 其實我覺得孩子的生活他們其實會去思考的 可能像現在譬如說我們這一個單元是跟海洋有關係 那學生他其實跟海洋他一定有 像我們在花蓮所以我們靠近海 所以他們對海洋有一定的了解 但是他們的生活經驗裡面 或許對於我們提出的議題可能沒有那麼的深入 那這時候DFC的這套教材他所提供的問題呢 他其實就可以去 我覺得他算是一個比較是引發小孩去更進一步的去思考 這個議題跟他生活連結性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其實有一點像是火苗的概念 這是一個很美麗的比喻耶 好喔 那想要詢問老師 就是因為我們的教材有一個很特別的特色是 就是我們在感受的最後設計的一個行動經驅這樣 然後我們自己認為這個行動經驅扮演的角色 是讓孩子可以開啟行動就是行動的起點這樣 那老師怎麼看待這個行動經驅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行動經驅很棒耶 就是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們這個單元的行動經驅有兩個 一個是你要如何協助就是正在吃魚的人 他可以了解他在吃魚的時候 但是他又不會去破壞到海洋的環境 那第二個是我們在就是購買漁貨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去挑選 其實我覺得這都是一些很生活化 但是小孩可能不會去注意到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很棒的是這一些金句 它其實跟我們台灣的生活習慣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其實台灣人就非常喜歡吃海鮮 對對對 但是其實真的 我們其實之前帶小朋友做議題 我們就發現其實真的大家會吃海鮮 但是都不知道海鮮怎麼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行動經驅是 有一點是去觸發我們再去更深層的思考 以及提醒孩子 就是我們知道之後我們應該要怎麼行動 聽起來就是怎麼讓孩子的話 知道我們做到 然後展開更多行動 這樣就是要去其他行動 好喔 那因為老師剛其實有提到說像海洋議題 就是宜昌國小長期都有在帶孩子做海洋議題 那這個就是海洋議題其實很大 那它延伸出來的議題還有哪些面向可以帶孩子發展 那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啊 就是譬如說吃魚然後還有魚從那裡來 這其實就是食魚教育的部分 那其實食魚教育背後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其實是友善魚法 對對對 就是像花蓮譬如說有一些定制魚場的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友善的捕魚方法 那其實友善魚法它的背後其實有帶來更多 譬如說像花蓮金屯支援很多 那金屯它其實跟魚法之間其實也有密不可封的關係 因為如果不友善魚法其實會讓金屯面臨死亡的威脅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全部都是一個連結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其實是現在世界關注的議題 就是塑膠垃圾 對 大家會覺得可能食魚教育跟垃圾有什麼相關 但是其實塑膠唯利的問題 其實它現在已經在很多魚的身上是可以看到 那其實最終還是會危害到人類的身體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這個整個海洋的面向 它其實是緊緊相控的 那DFC就作為其中一個把它串起來 就是孩子可以從認識知識然後到去行動的橋樑 對對對 我們研發團隊呢有一些好奇想要代替觀眾 來詢問一下佳琪老師 首先呢是老師如何帶學生去認識自己的家鄉 然後知道家鄉正在發生的事情對他有感 並且呢連結和SDGS的議題去帶孩子發展行動 然後其實我們最開始呢 因為我們學校其實距離海洋大概五分鐘車程 其實還蠻近的 但是我們的學生其實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其實沒有非常的了解海 就是我覺得這是台灣一般人的對於海洋的印象就是覺得好美 然後就到海邊然後就去看海這樣子 那當然我們後來也是在思考一個問題是 我們一直要小孩去做一些議題 但是在這個議題之前他必須先愛上這一件事 對他的行動力才會更強 所以其實我們一開始呢是讓小孩先愛上海 所以他們會有從事非常非常多的海洋活動 譬如說賞金啊獨木舟啊海用 那直到有一天小孩對海洋真的非常非常有感情之後 他們開始發現海邊怎麼那麼多垃圾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非常震驚 他們會我還記得有一個小孩告訴我說 老師我從來沒有發現海邊有那麼多垃圾 那後來就是整個班級就會開始投入到 從最開始的可能只是去撿垃圾去淨灘 然後從淨灘之後他們發現其實這些垃圾其實來自於我們平常的生活 所以我們應該要從我們平常生活改變去 然後逐步的呢他就從個人然後學校到社區 逐步的去推廣 那一直到這幾年呢其實有一些小孩開始長出了不一樣樣貌 譬如說他們開始關注到漁業的問題 對對對他們從垃圾問題然後發現 欸魚的食慾問題也很重要 所以也開始進展到漁業的問題 那像去年呢我們有小孩就是又延伸到金屯的保育的問題 對所以這其實是我們整個一整個那個行動的發展的過程 就聽起來佳琪老師很有意識的在把SDGS的各個項目 就是帶進學生的學習當中這樣子 那就是還有另外一個好奇是就是 因為我們知道佳琪老師是一個很會連結社區資源的老師 那就好奇老師是如何帶學生從教室走出學校 然後去連結社區在地的資源 然後去希望可以擴散那個影響力集結更多人的力量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老師可能會對於就是現在新課感會有點慌張 是因為覺得他好像要帶學生走出教室 老師好像要懂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對其實但在這幾年的過程我其實有意識到一件事情就是 老師他其實只是扮演一個引導者 有點像是穿針引線 就你剛才提到就是他必須要引入更多的資源 那其實因為花蓮靠海其實就會有相對比較多的跟海洋相關的團體 譬如說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或者是書繁藝術協會他們 那他們其實都會提供給我們非常多的免費資源 然後去協助我們的學生去面對這樣子的環境的海洋的議題 對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就是每個老師都可以在社區當中一定是可以找到的 那我覺得還有一個另外很重要的資源是家長的資源 因為我覺得任何的議題他要推得遠 然後他可以回到自己的身上 其實家庭是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 因為學生不能夠只有在學校做 他也要必須在家裡做 所以其實我們的家長有非常多都很支持 譬如說要淨壇就幾乎是全家這樣子一起出動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資源也很重要 而且我覺得家長的力量對小孩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反饋 我還記得我們有一個家長他就有提到說 他有跟小孩說你雖然你們會覺得淨灘是一件很無趣 然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只要你一直撿一直撿一直撿 有一天就是別人就會看到他就會加入你 對對對所以家長其實鼓勵了小孩之後 我覺得他們就會有更有這樣子強的動力往前進 對那我覺得相對還有很多很多的資源 像譬如說DFC他會強調最後必須要分享 除了行動之外也要分享 所以有非常多的就是像DFC也提供 每年會有很多分享的舞台 可以讓小孩出來分享 那小孩就會覺得說他們做的事情其實是有意義 他會影響更多的人 對對對 最後看到影片的最後 相信你一定很想知道怎麼獲得這本教材吧 我們呢已經把這套教材寄送到全台小學的教務處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要獲得一本自己實體的這個教材的話 要麻煩你加入DFC教學社群 參與社群裡面一系列解鎖教材的活動 就有機會可以獲得這樣子實體跟線上的教材喔 那詳細的活動辦法跟資訊呢 要請大家關注協會的Facebook Instagram還有教學社群 那當然呢如果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那未來期待可以在教學社群看到大家 我也會在裡面喔 大家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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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